一席大紅色露背禮服亮麗登場 金馬影后李星杰 睽違三年在未保養品牌站台 早前才刚忙完电影念念的宣传 李星杰放空了一段时间回归家庭 也花时间在写作上 希望明年40岁能给自己一份礼物 那因为自从我有了自己的家庭后 那必须要学习去享受这个 慢活的生活节奏 所以每一次只要一段密集的电影工作结束 我就会留点时间给自己 算是好好享受生活吧 然后成电 这段时间里面我很喜欢就是写写东西 去年才刚历经导演老公彭顺外遇的风波 李星杰坦然面对 也决定不计前前和老公继续走下去 他不但养育彭顺与前妻所生的女儿 两人关系甚好 近期也和老公到柬埔寨探访领养的孩童 那会不会也想有个自己的baby呢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抗拒有自己的小孩 只是因为生小孩这件事情 还是要以自然为主 所以呢 我就抱着随缘的心态吧 有记者提到日前陶哲婚后出轨的风波 要李星杰以过来人的身份鼓励陶哲的老婆 他尴尬的回应